有說有去陪酒的一個畫面 這個是有過這樣的過程嗎 我聽說有沒有一位太胖 然後有沒有被冷凍 然後勝過 就要跑去陪酒 有嗎 這個非常厲害 這個絕對 那個我再發誓一次 絕對沒有陪酒的事件 因為這個真的是 太瞎的一件事情了 這間卡拉OK店在我們 因為我跟小五哥都基隆人嘛 又拉近距離 你也被拉到的 因為我們兩個 他最後有一些分 我跟你講他演藝圈 女明星一定要這樣子吧 對 有關係就沒關係 是 攀關係 這一家是在基隆 我媽媽大概 她50歲我就讓她退休了 那個時候這家卡拉OK店 是媽媽 舅舅跟我的外婆 在我們基隆這個純樸的地方 開的卡拉OK店 給一些阿公帶著孫子 然後就是大家聚會的一個地方 我們自己家開的 我們家自己開的 那時候因為我到外面去打工 可能時薪比如說是 當時是七十八十 我在這邊的話 一些阿公阿嬤他們會給我小費 比如說給個一百塊兩百塊 這種的 這樣子就比在外面打工還要好 家裡也不用再多請個人手 所以我只要負責放歌 然後來賓請掌聲鼓勵 就類似這樣 那時候大概是20吧 因為有個新聞 他如果真的照實講 照實寫誰要看 他就寫得很聳動一點 這個聳動不是你自己 要人家講陪酒的吧 可是他跟他有按過聖經 怎麼樣 你覺得他哪裡 你走好 哪裡 除了體重之外 因為我們兩個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在哪裡 就在這裡 不是在攝影棚 不是在哪裡 你說 也不是在基隆 換在哪裡 在南京東路附近 南京東路是 你直接講 2樓的地方 沒關係 你直接說 你直接說 因為我現在年紀很大了 我已經忘記那個地點 但是 反正就是深色場所 等一下 小楊要 就是深色一個酒店 你是不是要講是不是酒店 類似酒店那種 其實我什麼都能談 我不會演的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你在那邊碰到他幹什麼 在非常多年前 我們是在那個地方碰面 所以說 如果今天要真的講實話 等一下 多年前你是記者嗎 我記上紀錄15年 對 小楊你那時候是去 你那時候是去酒店喝酒 是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在那邊碰到萱萱 那他是 他也去那個地方找朋友嗎 是不是在那個華航後面 對 你在幹嘛 這個我幫你撕掉了 因為你剛好在隔壁主持一場秀 看到有人你就過去幫他唱個歌 你以為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 複角會破個大 他本來是這樣講 我來解釋好了 一般都是那個店家 那個媽媽 她會來跟我講說 俊男哥 這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朋友剛好是我的朋友 然後剛好來這邊玩 就大家坐一起 我們會聽不懂嗎 當然聽得懂 OK啊 OK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過往 尊嚴 所以說他來的身分是 他是我的朋友 他不是在這邊陪酒的 可是這當然 但是你也跟我們做了很長一段時間 如果做一下來玩一下 你也不會玩那麼久啊 我告訴你 我真的什麼都能聊 這一個我就突然間想到了 這一個老闆娘呢 她是我的乾姐姐 她目前嫁得非常好 然後那個時候他開的這一家算是 只有認識的朋友 等於說會員制的 然後等於說一個招待所的地方 對 那我覺得招待所 也沒有 現在這個社會沒有什麼 也不是公開的地方 也沒有什麼神秘的啦 大家酒店 我們大家都成年人 也一定有去招條鬼嘛 那那個時候呢 是因為我有在接觸這個 工程的 這個 等於說那時候也在學習包工程 那所以那時候我常在這家 會所的原因是因為 有很多的 比如說什麼幫我削音樂也好啦 還是說 OK OK 就是重要的事 金主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 會去跟他們談一些生意 所以其實像我對於演藝圈 我很平常心 因為我一直覺得演藝事業 他每個事業也好 都會有一定的壽命 所以妳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這等於算是建立人脈 對 建立人脈 可是對於劉俊耀來講的話 他在那個地方碰到的 在他的解讀 就會覺得那不是單純一個朋友來界定 這建立人脈 劉俊耀不對 真的嗎 他記性太好了 你說說他 不是 因為那個說他正 你那時候正吼 不是 賠酒 不是 你那時候的那個話題 非常的大家 所以說他都想要知道一下 怎麼樣 賠酒跟陪你喝酒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賠酒是有付錢 有給台費 你有給我錢嗎 對啊 他當然從來沒付過錢 沒有付錢 他是他都不付錢 還是我的朋友 請我去的他絕對付錢的 是不是 所以說他當然有付給他 他也許不是付給你 他也許付給店家 OK 所以說 OK 所以說 如果說你要用這樣子來說 那樣子不算賠酒的話 我也可以接受的 我記得那個天晚上 我們還滿開心的 這個第一線 請問那次 小藥那是幾年以前的事了 三年以前的事了 你為什麼這件事記得這麼清楚 印象深刻了 我就跟你講那個時候大家 他在討論他的話題 就是說那個 老闆娘就說 我們今天 其實我會講 我們去是因為 知道你在那裡 他才帶我去 OK 你等一下有意思嗎 來 萱萱他是 他等於出道 是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方式出道 所以一直就會有傳聞說 他跟三教九流 各界的關係都很好 像我覺得是不錯 包括你後來投資 一定都有一些貴人 金主支點 是有這樣子的傳聞 對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可能是因為你說 比較特別的方式出道 對 所以萱就對你來說 是不是一個困擾 就是說你的名字 有時候三不五時 就會被譬如說 什麼酒店 陪酒 這些會擺在一起 反而你自己在演藝圈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你要出來 我們就開玩笑講說 今天不是七月要聊鬼故事 因為你後來就主持 對 聊鬼故事 有一個更有話題的 遮嚴過前面的話題 對 我聽說 但是你對於名字老是 三不五時會被提到 跟酒店或什麼這些 會不會有困擾 講說沒有困擾的話 絕對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做任何事情 就是面對它 我不會讓太多的昨天 然後影響我的今天 然後我會覺得 比如說像 余杰多學著點 我在很努力 把這些記憶 余杰有她的原罪 為什麼 所以我在想說 我要去很多 想要投身演藝界的朋友 當然你的美色是很重要的 可是如果你是從美色開始 就很麻煩 譬如說像余杰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 我們在雜誌上 看到她的照片的時候 就是我不管什麼時候看到她 我腦裡想起來 就是那一幕 包括就是 對 包括就是像舒淇 大概舒淇十年後 我才會不再想到她 當年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這個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們可能要付出更多倍的努力 而且是不是也盡量不要用這樣的方式開始 所以你可以用美貌開始 甚或你可以用身材開始 但是中間你要經過努力 去做其他的轉型 大家才會記得久 那學生對你來講的話 你覺得你剛剛講有抽職 有做什麼什麼 你經過這些以後 真的就對你自己的 包括自信心 甚或你的演出機會 真的就變比較多嗎 演出機會的話 我覺得倒是 我算是演藝圈的公務員 就是說還滿一般的 那比如說沒有看到 我在螢光幕前的時候 我應該就是在拍戲 然後拍完戲之後 可能就做歌廳秀 因為那時候朱大哥出國深造回來 歌廳秀非常的 在中南部很紅的 所以我大概一檔接一檔 我歌廳秀大概維持了一年 那所以那時候我不管是 因為我後來有富胖 那富胖之後呢 我發現女主角都演不到 然後女配角也演不到 妳還想演女主角 到哪裡 對不起 妳是女主角的媽嗎 妳都忘了 但是後來我覺得很奇妙的一點 我雖然演不到女主角 那種粗粗可憐的樣子 但是我都演畜生比較多 什麼意思 比如說像那個友台的這個本土劇 我第一檔我就演美人魚 古裝的 我就演美人魚 妳會把美人魚跟畜生 有一點分開 因為 對 感受差很多 動物 因為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演美人魚的時候 還是比較瘦 所以美人魚人家會覺得美美的 後來我開始越來越胖的時候 老鼠年 娃琳孩 演老鼠 而且不是演母的 是演公老鼠 那你牛年的時候呢 然後也是過年大 演牛 而且還是公牛 台灣可能沒有男演員 所以找我反串 其實我後來啊 做了這些 比如說動物的角色詮釋 妳發現演動物還不錯 就是 我都演過了 不要定型 你超好不要定型 後面有一些朋友演員 他們就說 只要你們女演員不會演的角色 你找萱萱演就對了 比如說我有演過最慘的 就是有一次是演那個 十二生肖還不算 壁虎是不是吃那個蚯蚓跟蚊子的 四角蛇壁虎 吃蚊子 對 吃蚊子 我跟你講那個編劇不知道怎麼搞的 就是那個 突然間就說 這隻壁虎要會吃蚯蚓 結果他們要拿那個 巧克力 然後要把它搓 搓成長條形的那個蚯蚓 問題是怎麼搓怎麼斷 但是那是要給我吃的啊 結果後來他們就想說 好吧那就看我有沒有敬業 就去圖裡面挖了一堆蚯蚓過來 結果那時候 我看到蚯蚓在面前的時候 我想說 這個要放到我嘴巴去了 然後我眼眶開始覺得 真的好想哭啊 好委屈 我覺得天啊 為什麼別人都可以美美的 好像 對 對 對 那給我一下往上的 對 結果呢 妳真的吃了嗎 結果後來那時候導演就 把蚯蚓一盤拿到我面前 他說 他說 大膽萱 你不要擔心 蚯蚓我已經洗乾淨了 他是乾淨的蚯蚓 什麼啊 還是蚯蚓啊 結果我回答他什麼 我說 我就這樣子 導演 大便洗乾淨還是大便 大便 李蜜獲選美波皇后 預防怒寒作弊 我跟羽傑一樣 一開始是用鹽水袋融入 我22歲的時候 事業真的就一帆風順嗎 真的有耶 我就去參加了那種 美波皇后大賽 來後就得到冠主 結果後來那時候導演就 把蚯蚓一盤拿到我面前 他說 他說 大膽萱 你不要擔心 什麼啊 還是蚯蚓啊 結果我回答他什麼 我說 我就這樣子 導演 大便洗乾淨還是大便洗乾淨 大便洗乾淨 結果後來讀秒 5 4 3 2 然後我就這樣看 哇 因為我的壁虎肌嘛 我就拿起來 余婕 妳真的不慘 我就這樣吃進去啊 玉芳姐 妳沒有上過之前的綜藝節目嗎 吃過的東西不只這一些啊 你不要講玉琳哥的麵包蟲 那個大家都客戶了 因為最近日子我都在生肖嘛 其實 其實在講的這種種 其實只是在 應該是像 回到我苦林大哥 剛剛一直在跟所有的觀眾在講的 演藝圈的工作 就是外表光線量力 可是背後所有的心酸 是不會讓你們知道 也不會讓你們看到的 他吃過蚯蚓 我曾經因為節目的效果 他們要我吃過 從哪裡開始講 蟑螂 蟑螂我吃過 真的蟑螂 蟑螂 我的蟑螂 活的嗎 還是炸過 蟑螂 炸的 蟑螂 蟑螂 蟹子 蜘蛛 青蛙是整隻的 它沒有脫皮的 它是整隻塞一顆大蒜在裡面 要你吃掉的 所以妳就有兩個吃的 這是哪個節目 一個中的節目已經停了 節目停了 但是就是 真的 它是叫你 因為有一些事 你到國外去做 就是行腳節目的時候 國外有很多東西 古怪行腳 在台灣 難怪他停了 誰要看這麼有新的節目 蟑螂 而且我在講的這個東西 它是要我們 一口氣吃完時到 天啊 那秋英當然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才說 你還是賺22K的 不是 我在講就是說 其實剛剛古靈大哥講的沒有 所以其實 演藝圈真的就是大家 因為其實現在我身邊 所有的婆媽們的小朋友 看到我的時候 也都在跟我聊 那樣演藝圈有多好 我都跟他們說 好好讀書 好好學遺跡之場 不要進演藝圈 對啊 因為進演藝圈 其實有太多的東西 不是 不是妳們想像的 小燕還有什麼問題嗎 你進演藝圈那麼走 你做過最悲強的工作是什麼 你吃過蟑螂嗎 他一向都狠著走 他一向都狠著走 你除了到酒店去喝過酒 你吃過蟑螂嗎 可是我在被追殺的時候 躲在車子上面寫稿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們在哪裡 所以說是演藝圈 那個是 下一秒鐘可能就會 被打得半死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有心想 OK 你們吃過什麼先講 我不是要講這個 我也要先問說吃了什麼 他是幸福的 我沒有經歷過 沒有經歷過我們跟玉芳姐 那個時期 是我們跟玉芳姐那個時期 是最可怕的 那妳們今天會坐在這 當然也是因為說 因為我們今天展場整齊 為什麼在演藝圈 有很多人會想要整型 這些辛苦台 那妳整型動過什麼地方 我跟玉芳姐一樣 一開始是用鹽水袋濃乳 我22歲的時候 都22歲 妳就出道前是不是 對不起 請問一下 郭芳姐 這麼年輕的小孩 為什麼會 會小孩去做這些 發育不良 有沒有碰到很多 這麼年輕的 現在年齡層其實越來越低 可是同儕影響也有差 現在韓劇就這麼流行 大家看一看就覺得 那個少女時代明明就 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都醜醜的 第二張就好像少女 越來越美了 那慢慢大家能接受說 這個東西好像已經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老師 我在整型診所 碰過一個18歲爸爸帶著來的 是爸爸帶著來的 爸爸覺得對不起她 我不知道她18歲 因為我為什麼會特別注意到 那個女生是因為 她對麻醉有不適應診 她一路 我人剛走進診所 她一路吐出來 爸爸扶著她 我才問她 她做什麼 融入啊 18啊 那為什麼不是媽媽陪著來 對 其實那個 胸部不大是媽媽 媽媽的錯 這種工廠都是爸爸叫她下海 夠用的 我講真的 我以前在風花雪月的時候 每一天很多人進去店裡面 他第一筆錢就是跟店家 借錢 就先去融入 為什麼呢 是店家告訴說 你要去融入 否則的話你很難推得上去 你很難做到台 所以說麻煩你先去把融入 先坐好 凶器帶好 再進來上單 是這樣子的 不是 剛才有進來講這個時候 你剛剛 你剛剛簽一句話是什麼 演藝圈也是 我聽過很多經濟公司 誰叫你這樣做 我聽過很多經濟公司都這樣 就是簽一個新人的時候 他就說 我讓你去做這些手術很多 我借你錢嗎 對 他就是先借他錢 然後之後用薪水還這樣 對 所以就是真的是 經濟公司也會這樣 沒有錯 我們以前 那個製作人就跟我們講 外景節目收視率最高就是有蛇 為什麼 只要出現毒蛇的時候 那個收視率就最高 因為你明星會花容四射 然後那個內景節目 就是女生的乳溝出現 收視率就高 失業線 所以其實我們 大家都常聽到 有些計畫打計畫 對 你叫那個來上上 叫他少穿一點 胸部多露一點 這是